全台灣158所的大專院校當中呢 有35所現在是被列管的 10所是有危機 那麼教育部不公布嘛 莊老師就有一種說法是 一公布之後可能更慘 更招不到學生 本來也是 我們必須要講就是說 這些所謂的在列管等等 招生不足的學校 我覺得某一個程度 他們其實也是一個無辜啦 因為這些學校其實 尤其是有些不少是新的學校 這些學校又位處於偏遠的地方 因為當時高校會開放 是因為很多台塘的土地的設立 所以這些學校如果在 像剛剛永達在屏東的郊區 很遠的地方人又少 所以它不是其實 不是真正是學校辦得不好 品質不好 而是因為它的地點不適合不理想 不妨您看看有些數字 你會發現都會區的學校 一般來講招生 不管公私利 招生的問題沒那麼大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說 真的是先天不足 後天又沒有辦法 這個獲得公平的對待的時候 它自然它就只好在 這些學校它只好慢慢的 因為人不願意去嘛 所以它就只好慢慢 必須要減招必須要 所以在這個情況 目前來講沒有什麼地雷學校 但是真的現有的這個政策 以及現有的這種少子化當中 的確是在偏遠地雷學校 的確是一個比較弱勢 而且所以我一直講說 千萬不要只是用現在 三千人這種一刀切 一把兩次 把所有的學校這樣去畫 這樣去畫的話 學校真的沒有機會 能夠改善 能夠向上的去 去做生存的搏鬥 最後一搏我覺得目前的這個機制是沒有讓學校 鼓勵學校做這種搏鬥的動力 OK 好 葛校長你怎麼看呢 那麼現在 就是媒體一報 這些學校更招不到學生 那這是一定的 因為你這個 大家 現在正在都在關系這個話題的時候 如果你突然講說這家店 這個都沒有人願意上門去吃飯 或者怎麼樣 這個惡性循環 只會是惡性循環 不會有良性循環 它並沒有任何的預警的這種方式 所以現在有幾個指標 您剛剛談到指標的問題 其實第一個教育部已經把每個學校的 系所的註冊率已經公佈了 對 其實這是一個很客觀的指標 因為大家的評比的標準都是一樣的 教育部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那從它的招生率情況來看的話 可以知道這個學校現在 市場上的情況如何 我應該這樣來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教育部對每個學校管的 還是很嚴格的有評鑑 對 如果這個教育部的評鑑結果 在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那麼查出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它的評鑑有沒有通過的 或有條件通過的 相對來講 就表示它一定有某一些部分 需要改進的部分比較多 在品質管控上 可能還需要再精進 那教育部在最近也有很多 競爭型的計畫 競爭型的計畫 就是要各個學校提出一些計畫 然後請專家來審 執行的時候 每一年他還會派人去看 是很嚴格的一個把關 那在技術體系裡面 包括所謂典範科大計畫 總共有18所學校 教學作業計畫 我們現在每年平均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學校 大約三分之一的學校 可以拿到教學作業計畫 那麼這個計畫已經11年 如果連續11年都有拿到這個計畫 起碼表示它在教學品質管控上面 這幾年來是受到肯定的 受到教育部肯定的 那品質保證是比較確保的 那在這幾個指標之下呢 我想大家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當然我想現在每一個私立學校 大概也都要注意就是自己品質的提升跟營造的問題 我想少子化是一個大環境之下的一個大家共同地面臨的問題 對 那為什麼在這個少子化大家共同面臨的環境當中 有些學校的學生數量還可以增加 那這我們就要來檢討 地理位置當然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在好的地理位置還是需要花很多力氣 那麼也請教一下洪老師 當時永達的事件一曝光之後 讓你們的招生變得多困難 受到多大衝擊跟影響 因為他已經直接幫我們停止103年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招生的問題 當時所以我沒有辦法招 那在前一年在101學年度的時候 我們招的是還OK啦 那但是因為有發生千辛抗議的事件 所以當時也有影響 像我教的班呢 那時候消息有曝光了嗎 有 那就是因為都有請記者 然後在就是到教外部抗議 所以很多記者有去拍攝 那時候有曝光 那以當時抗議的老師可能沒有直接去想啦 就是就像剛剛校長講的一樣 你今天一旦曝光之後 像我教的班 原來應該平常都有40位左右學生 那是假日班 那結果那次來差不多只有十幾個 那是歷年來註冊最低的一次 所以你是什麼系 我掛在氣管系 氣管系 對 掛在氣管系 所以你說歷年來註冊最低 你原本50個人當中有40個人註冊嗎 大概假日班來講 都還有三四十個都有 都還可以維持 那從那一年開始就突然往下掉 那掉了多少 那一年大概降了 原來大概都可以找將近千人 大概降到四百四五百人吧 那一屆 那個學年度 大約砍了一半 對 對 那所以 老師的部分其實也是應該 應該都要考量啦 因為在這種 尤其我想相信 未來很多學校都會發生 類似我們的情形 其實這個時候其實是 老師跟校方一定要是同一條心 OK 如果在互相攻擊 我想可能就 下場就會是我們這個樣子 好 我們也來看 教育部這個私少退場的幾個指標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進一步作為這個參考 第一個學生未滿三千人 而且新生註冊率低於六成 這樣的學校呢 就是被特別關注的 還有積欠教職員的薪水 三個月以上 校務的評價沒有過關 或者三分之二的細鎖是不合格 另外如果有一些掏空校產 或者是買賣董事席次等等的問題 當然就是可能會被關注的 那麼周老師 你這邊提醒大家 在這個大家選這些細鎖的時候 還有哪些是特別需要注意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看看學生自己的興趣 因為我現在覺得說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學生你念大學是為了什麼 如果只是為了一個文憑的話 那市民是浪費的 可以說因為他們有學習動機 這也是學校現在辦去很困難 其實我們讓學生召進來 我們有很好的program 可是學生的學習動機不強 他是被父母逼著來讀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再怎麼樣學去 那這樣子的話再怎麼樣學長 好 對 感谢观看